张志佳被勒千万载物还不出来 人真的已经不知去向了吗 其实有载主爆料说 他天天都会回娘家 根本就没有走远 在从娘家往外走 就在这路口有家便利商店 老板娘说 时不时还会看到张志佳 来到这上门买东西 结果就在上个月 有黑道赛主来这边赌人 还把张志佳痛恶一顿 惹到的赛主也是个黑道 十多个打他一个 尽管张志佳都已经伤很累累 还不敢报案 而且外善张志佳要瞧赌赛 也要找道上的 有个中部重量级大哥 出面帮忙游说 希望赌债可以打对折 不过赌债就算打了对折 张志佳的债务仍然高达 两千五百万元 还是武力负担 甚至还传出 和亲子假离婚要必债 但事实上张志佳 还是在上路娘家出没 甚至被人堵到统钩 张志佳躲在的日子 一举一动都被信魄定人 谢连嘉庆台中报道